最近一个在国际上面呢 引起热烈讨论的美光投资案 那么美光经议体 其实在五月的时候呢 被中国大陆制裁 但是他的制裁呢 不是封杀 其实不能算完全封杀 他只有说呢 在关键的基础的网路当中呢 因为存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要求中国大陆 所有的相关的这一部分的投资 不可以使用美光的产品 这件事情呢 第一时间刚刚出炉的时候呢 你注意到吗 就是在美国 美光就告诉大家说 不怕啦 哎呀你知道 中国大陆的那个市场很小 只占我们的10% 所以影响不大 那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很快的可以找到 这个替代性的这个市场 然后呢 美国呢 就要求韩国说 因为美光所做的东西 主要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韩国 韩国的三星跟SK海力士 所以呢 他就去警告三星跟海力士 你们不可以去抢美光的市场哦 那美光这个市场呢 空出来了之后 你让他自己去解决 好这样 所以呢 大家市场就用很乐观的方式说 因为中国大陆 并不是全面性的封杀美光 因为美光做记忆体啊 做Netflix啊 Netflix啊 然后这些东西呢 其实并没有 就是说全面性的封杀 所以你10%的市场 然后你又只封杀在 网络的关键间 关键的零组件的一部分的话 那大家算一算 哦可能就5%以内左右的 这一个影响吧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力 嗯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 过去这几天很有意思 美光突然的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宣布说 在西安 那么投资西安的封测厂 其实那个封测厂 已经是半导体的最后阶段了啦 嗯 投资呢 人民币超过43亿人民币 而且承诺要继续的经营 当地市场 嗯 那么所以 很明显的是要递出 感染痣这样 那这件事情的影响 到底是如何 好 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之前其实看到 美光告诉大家说 在去年美光在中国的营收 33.1亿亿美金 然后呢 占总营收只有4.7% 嗯 但是隔天 就是他宣布到 西安投资43亿人民币之后的隔天 然后呢 他开始说实话了 他说中国大陆的销售经历 对美光营收的冲击程度 比原先预期的还要来的高 嗯 本来大家觉得说 各位数的影响 现在他说呢 是第二位数 所谓的第二位数 大概我们可以讲说 大概就是百分之十几 嗯 好 百分之十几的影响 哎 你的营收占比只有百分之十 怎么可能你会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影响 嗯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象到 其实当时我记得台湾的 这一个半导体 非常知名的分析师 陆行之就跟大家说了 说 现在我们不太确定 这个净利的范围有多大 因为美光直接销售到 中国大陆的商品 确实只有百分之十点七 嗯 但是 他有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他先卖到台湾来 然后组装成为晶片组之后 嗯 这里面其实就有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他不是只有记忆体啊 他可能有逻辑晶片啊 最后形成了一个晶片组之后 再卖到中国大陆去 嗯 那比如说我们想挥达 NVIDIA的这个产品当中 他并不会是只有 这个最先进的这一些逻辑晶片 嗯 他里面就会有 整个组合里头 是包括有记忆体的 那 所有这里面的记忆体 如果含有美光的部分 通通都不可以卖到中国大陆的话 那你就会有很多的厂商 我就避开美光了 嗯 合理吗 嗯 所以当我避开美光的时候 那我影响就不会是只有 直接销售到中国大陆的产品 嗯 甚至于我销售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 我可能是在台湾 组装成为晶片组之后 然后就销售到中国大陆 对不起啊 感觉上是卖到台湾 但事实上最终市场是在中国大陆 嗯 或者我好像看起来是卖到韩国 但最终市场是到中国大陆 或者我看起来是卖到美国 但是最终市场是到中国大陆 嗯 这些加总起来 其实就超过百分之十 嗯 所以为什么 当时陆行之就提出警告说 可能不止百分之十 嗯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美光终于承认了说 哎 其实超过百分之十以上的影响力 这两件事情要放在一起来看 就是因为他发现说 哎呀 不止百分之十的影响 嗯 因为他操作了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就发现问题大了 因为会有很多的厂商 不敢采购他的记忆体 嗯 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 其实中卫大陆对美光开始下手哦 他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哦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光在美国的政治游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嗯 他从成立之初就是非常上场在美国国会游说的 包括当年对日本 后来的对美国嗯 以及之后的对中国大陆 其实他的政治游说力量非常强大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事实上美光哦他的这个他的产品现在压力非常大 我们现在看他的股价哦 那么美光其实从年初到现在事实上还是有涨哦 嗯 就涨了百分之十七点二九 三十四点三三 他涨了十七点二二九美元 哦三四点三三 嗯 但是 涨生机了 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涨很多 嗯 但实际上面如果你把他放在费城半导体的角度来看的话 费半涨非常多 因为费半涨幅是非常大的嗯 他从不到两千点涨到现在三千五百点嗯 其实他是涨了六七成 所以幅度非常的大 好那我们就要来看 而此时此刻呢美光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股价是一回事哦 他实际上面的财务的表现是更糟的 这个呢是全球半导体业的存货周转天数 我当去掉了很多公司因为跟美光没有直接竞争关系哦 嗯 我留下来是跟美光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影响力有这个竞争关系的 比如说SK海力士啦 哈 啊 易法半导体啦 哈 这些相关的这些公司 你会发现 所有的公司 我们只要看一个趋势就好了 从2021年的时候当时的晶电短缺 这个存货周转天数很低 到现在最新的周转天数通通都是居高不下 嗯 大概只有台积电的表现稍微好一点 好 这是台积电 嗯 其他的都是很快速的 这个存货大幅度的快速的升高 嗯 而 美光自己本身的EPS表现是很不好的 嗯 你看到他呢 那当然他现在最新的第二季的财报是 还没有公布 嗯 那么就是到5月的这个这一季呢 财报还没有还没有公布 要到等到6月28号 那今天是6月20号 所以下个礼拜三他才会公布 那我们看他公布的 这个到今年2月的第一季 好来看 或者我们称之为去年的第四季啊 你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是 嗯 他已经是亏损 事实上从去年第四季就开始亏损 嗯 今年的第一季再亏损 今年第二季亏损的幅度还要更大 所以刚刚讲 存货 不是只有这个 嗯 这个这个美光的存货是多的 其实包括了 这个其他的半导体业的存货都还是非常的多 嗯 所以美光的产品其实 可的替代性很高啊 嗯 就算美国禁止 海力士跟这个 SK海力士跟三星去 占有这个美光的市场 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其实要填补这个市场都不困难 嗯 因为他的技术并不先进 啊 所以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 是足以可以填补这个市场 在他的产能运作上面没有问题 因为全世界现在库存多嘛 所以这个填补市场一点困难度都没有 好那一旦市场被填补了 美光再想要回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嗯 那第二个部分在财务消灭 他现在就是亏损 而且第二季亏损还要再扩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美光有没有压力 嗯 当然有压力 嗯 所以他为什么最近要去递出橄榄枝 原因就在于此 嗯 所以你看到美光 你看来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公司 确实没错 全世界的产值排名是第六名 主要的是D-RAM25% 快散记忆体就是NAMFLAX 是百分之十二 在车用的部分呢 百分之四十 车用确实是一个成长快速的需求 而中国大陆是成长最快速的一个市场 因为他的电动车成长的速度是最快的 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情 那一旦这个市场被其他公司占有了 就是占有了 嗯 他再想要抢回来 我认为困难度很高 因为他并没有特别的 他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他没有特别的 就是说我非我不可 他的可替代性真的是非常高 嗯 那么而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进口国 其实美光啊 在他呃就是宣布到西安投资 以及中国大陆宣布制裁美光之后呢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美光其实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你就看到他们的游说力量开始出现了 他们就现在开始在极力的游说 这个美国政府 他说半导体还是需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嗯 业界需要拜登制定明确的规则 他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嗯 我们需要那个市场 嗯 好 然后呢 你看到NVIDIA 其实NVIDIA的黄仁勋说 晶片不一定要在台湾制造 但是中国市场无可取代 这句话在台湾其实 当时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这句话 他是 我觉得他不是对台湾没有感情 他来台湾其实表现出 他对台湾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但他要说一个实话 其实黄仁勋说这个话 反映的就是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所说的这一话 就是反映了美光现在所说的话 我们需要那个市场 嗯 所以我觉得 在今年的第一 前面的五个月 美国在看待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他有非常多的疑虑 他有很多的政策的不确定性 那他有中美之间互动之下 需要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嗯 那现在美光受不了了 他掀开了第一枪 告诉你说 我要引导美国政府给我一个明确的规则 否则我受不了了 嗯 你可以想象他如果没有办法 很快的把这个市场再回头的话 他后面其实就会变得更加吃力 记忆体以及快散记忆体 事实上他不是一个稀缺性的市场 他跟逻辑晶片是很不一样的 逻辑晶片的先进制程很稀缺 但是记忆体并不稀缺 他常常是嗯就是插土拆检 就是大起大落的一个市场 然后相对来说 在所有的半导体业来 台中这个制造的部分 他是进入门槛比较低的 嗯 所以对美光来讲 他的生存压力是最大的 嗯 好的美光美光只是个指标啦 我们在看待 因为因为中国大陆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就是全全世界长时间呢 都是美国割韭菜的对象 啊 美国呢经常用用经济跟商业的制裁 来对付的其他的国家 逼其他国家就范 达成呢 他迫使其他国家以伤为证的效果 他伤害其他国家 而且比如过去伤害日本伤害法国 伤害德国都一样 他的手段都一样 就是我跟你的政府跟政府 好像是哥们 可是呢当有纠纷有矛盾 我就修理你的企业 让你的企业去对你的政府施压 那中国大陆比较特别 中国大陆呢终于忍不住了 他定了一个呢反外国制裁法 定完了之后多年没动啊 都都都没有动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曾经写过 文章就是说 中国大陆呢必须要开始培养 我所谓的经济制裁的 就是说决策模型 那那个经济制裁 就是你开始要以经济呢为手段 去达成某些政治目标的时候 你那个决策的模型 要不要建立起来 他需要一些时间呢去捕捉 尤其包括你跟其他的国家的商业 跟经济数字的准确性 那个产业连结 你知道你这个动作下去之后 除了你指标的那个企业之外 他连带的会伤到哪一些 这个呢事实是重要的 那我想中国大陆这几年 大概就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建立了自己的全球的产业的 关联度的数据库 那个关联度产业关联度是经济制裁的很核心的概念 我才知道我这一棒敲下去之后 除了被敲的那个人之后还有谁会因此而受伤 就地震的震波范围有多广 好那中国大陆呢 美光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真正第一块的 第一块拿来呢练功夫的 那挑美光的是有道理 因为美光呢美光具备几个 他注定就是要被制裁的特性 第一个他牌子老知名度够 就是我不会去制裁一个大家不太熟熟的品牌 那个意义不太大你知道吗 就我我如果制裁某一家的很很很小的企业 他也有百分之十百分之 他有百分之三十事业在在中国 那个意义不大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认识 Macron大家认识 所以你要老品牌知名度 就是我点你的时候除了你会痛之外 你美国呢大部分都知道美光 也都知道我针对美光的动作会有的影响 那这种的制裁他真正的意义啊 将来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 他的伤害一定会比 那个企业刚开始所做的那个膝盖式的反应就是说 我在你中国大陆出口只占我的百分之十点七 我的伤害就是十点七错 为什么 因为这种动作呢制裁是点名做记号 就点名做记号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一旦在你身上做记号以中国的身份 他今天在证明他自己有做记号的能力 我在美光身上做记号做的那个记号就是他有国安风险 当我说你有国安风险的时候呢 不只是我大陆的企业马马上都不买你的东西 因为我买了我等于生意就不要做了 第二个你要知道其他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也马上不买你美光的东西 所以会有国家安全风险就当做了我对美国这么的信任 像柯文哲相信日本一样 没没关系 可是你要知道当我找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我就得要重视这这这件事 我那这种情况下 你知道大部分企业会怎么样 那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我就完全不用你美光的东西 省的麻麻烦嘛 免得什么时候呢 就算你告诉我说 他的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 那个东西有问题 什么时候我哪里知道呢 你告诉我说你我用的东西呢也有问题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不可行的他最关键的就是凤心刚讲的美光的所有的产品 在市场上面都有高度替代性 就是啊他一点独特性都没有老实讲今天呢他的他的主力的产品他的技术等级甚至都还比不上大大陆的事大大陆的企业 长江存储 对那有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用你美光是因为我用你美国的产品你美国总不好跟我啰嗦吧 有的时候大陆的企业我知道了买你美国的买美光 美光就是跟买保险一样 因此的觉得你大概因为我用你美国的这铃组件会不会啰嗦少一点 可是他的技术上面没有优势 替代性很高 他的主力产品又是市场 波动性 极大 进来的门槛的不算高的算是半导体当中的已经是 高度成成熟的 相对 对你进来的台湾早早期的两兆两兆双星的其中有一兆就死在上这上面呢就死在第一人上没有错所以呢美光的问题的其实就这样问题 更严格讲美光过去了如果不是靠着美美国爸爸空污有力呢去威胁其他的国家我都怀疑美光活不到现在 其实当他当初诞生的时候就是罪遥遥欲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靠油罪力量活下来美国的美国政府你去看晶片战争这本书就可以看没错就美国美国政府经常扮演呢他这种就像他现在保护呢 保护英特尔一样 当他们不行的时候呢就回去跟爸爸哭 爸爸呢就会用棒子的来来来来帮的保护他们用政治力来维持他们的经济的就是竞争力但实际上面来讲他不见得有竞争 碰到中国美光如果让中国试水温觉得试出了一点门道的时候以后美国的企业呢类似美光这种的情况就要小心了 嗯好 当然我觉得制裁真的不能够滥用不能像美国这样滥用美国这样的滥用呢就导致了他的产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谨慎的用因为你只要制裁了别人了他固然他会有产业关联性的部分他可能有反弹作用 嗯那个反弹作用就是好啊你制裁我我就自己建立我自己的科技领域 然后完全不跟你一起往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谨慎所以美光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当时看到美光的时候我就想说美光其实很难有反击能力 主要就是因为他缺乏了 这个这个反击能力 那可是 不是所有的产业都是如此 所以这部分是要谨慎用的 好 好 normal 好 我新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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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